Hello 大家好 我是Nikki 好久不見了 안녕하세요 我上個禮拜剛去韓國的釜山玩回來 所以算起來我好像一兩禮拜沒有更新影片了 那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題就是我這一次從釜山帶回來的美妝站立皮 我這一次呢其實買的還蠻節緻的我覺得 因為其實韓國現在的匯率大概35 我那天去釜山的換錢所換到35的匯率 我覺得是有一點點有一點點高 所以其實我這一次買的東西就是比較節緻一點 那今天的分享呢首先會先從美妝品開始 然後再來是一點點的保養品 那最後呢是一些就是生活雜貨的部分 那我另外還會再開一篇是超市的零食啊零嘴美食的分享 首先先介紹唇彩的部分 那唇彩首先是這一支 那這一支呢是Hanyu的就是漸層護唇膏 那它應該是有草本的成分在裡面 就是那種有點草本精油的那種味道 然後我覺得因為韓國就是真的很乾 所以其實真的如果說要去旅行的話 護唇膏是一定要戴的 那第二個呢就是Wega的唇釉 那大家可以看到就是它的包裝一樣超美的 就是它其實它的材質是有點霧面拋光的那種感覺 所以我覺得它就是就算你不想要擦口紅 但是就是擁有一支放在自己的那個包包裡面 感覺好像就真的很美啊 然後我腦部很弱 然後我就選了我最喜歡的顏色 我就買了 那它裡面的刷頭呢是長這樣的 長這樣的 那給大家看一下這一支的顏色 那我一樣就是可以試在嘴上給大家看 其實我目前還沒有擦過這一支 我只是那時候就是有試色的時候覺得還蠻好看的 那所以就是這一次就是也是第一次試在嘴巴上 不知道會不會適合我 它畫面中看起來真的好像很桃紅耶 但是實際上我在 的確是擦在嘴巴上就會變得非常桃紅 而且我覺得它很妙的是它在塗的時候 我感覺到有那種巧克力麵包的那種味道 而且它就是逐漸的 它就是會變成有點像霧面那樣子 就比較沒有光澤 那這個顏色呢是八號色 我覺得上在我的嘴巴上面 沒有我想像中的這麼的暗一點的粉紅 反而有一點太亮了一點 但是這顏色還算 蠻顯白的顏色 然後再來呢第三支就是 藍芝的雙色唇膏 那我所選的色號呢 是11號的Juicy Pop 大家可以看到就是它的顏色 紅色跟黃色 那那種我就覺得很可愛 所以我就買了 試在手上給大家看吧 大家應該可以看 其實大家應該看不太出來黃色的顏色 但是它這個顏色就是更偏 有點亮粉的那種感覺 其實兩支這樣比起來的話就可以看到 剛剛的Wake Up的唇彩 八號唇彩呢 它就是變得比較深 深眉紅 然後呢我買的這一支 11號的藍芝雙色唇膏呢 就是比較偏 淘粉紅的那種感覺 比較亮一點的 又偏比較粉一點的 08號的Wake Up比較偏紫 那因為我現在嘴巴上已經上了那個唇彩了 所以藍芝的呢就不上給大家看了 可能之後就是有拍試攝影片的話 就是再拍給大家看 那再來呢 就是底妝的部分 我這次買了 Keyo Cover的氣墊粉餅 那這一次的Keyo Cover呢 我是買它最新出的金色 那我今天的底妝呢 就是直接用這個氣墊粉餅鎖上的 那它這樣子一盒 我永遠忘記了 反正3萬韓幣不到這樣子 裡面呢還有一個替換組 所以呢我覺得還蠻划算的 那我覺得比較特別的是呢 因為它這一款呢其實出了很多 有銀色 然後這是新的金色 好像是更加保濕 那再來我覺得比較特別的是 大家可以看到它裡面 它裡面呢的氣墊粉餅呢 其實它是絨布的材質 所以呢 我覺得如果大熱天的時候 用這個絨布的材質 應該會覺得蠻熱的 那裡面長這樣 那我就想試用 我覺得遮瑕力應該可以 遮到85%左右 那我拉近一點給大家看好了 因為其實我這邊是有一點點曬斑 那我覺得基本上就是 如果說涂氣墊粉餅的話 大概遮瑕可以遮到85%以上 如果喜歡清透一點女孩 可能就比較不適合用這個 因為它其實 嗯 我覺得它塗起來是亮的 但是呢 當然因為它遮瑕力還蠻好的 所以 我覺得可能 如果要那種很透的話 Vent的36.5應該比較適合你們 但是這一款就是氣墊粉餅的話 我覺得 嗯 就是 比較有妝感一點 嗯 如果很喜歡那種自然清透的的話呢 這一款就比較不適合你們 然後呢 如果說 嗯 本身的膚質比較油的話 我覺得 可能也比較不適合 因為它就是真的蠻保濕的 那持久度的話呢 其實我現在目前沒有 沒有說就是 上妝上了很久 所以 也沒有辦法跟大家講 等之後如果 就是 等之後我應該會出這一款的實測 再 再上傳影片給大家看 如果有興趣的話 可以再 就是等等看那支影片 那再來就是 Innisfree 它的打亮 嗯 因為其實我一直在找 韓國很厲害的打亮 但是呢 我其實有點找不到 然後我當時就是有問韓國的朋友 就是 有沒有比較推薦的打亮 它就說 Innisfree的 就是 嗯 有打亮粉 還蠻有名的 就是有跟遮瑕同一款的 結果呢 我腦波超弱的 我去的時候呢 就是有看到 它就是 含牛獎的那一款 就是 打亮跟 遮瑕一起的那個 粉餅盤 但是 我後來看到 就是它 店員就跟我講說 這一款是新的 就是 就是這一款 就是 Innisfree的 然後它是有點像 密 密狀的 那我覺得 這個刷頭啊 就是我覺得它真的是 可以不要這樣設計嗎 因為我 我用了兩次之後 我真的發現就是 我常常一個擠 然後就是 爆亮 然後它又沒有辦法縮回去 所以它沒有辦法把那個液體縮回去 然後我就覺得很浪費 那其實我今天 我這邊也有上 近一點其實應該就看得出來 那再來呢 就是這一款遮瑕筆 那這一款遮瑕筆呢 其實 跟那個 KEO Cover 是同一個牌子 那我覺得這一款就是 遮瑕筆 最最最妙的地方 是它 居然有 就是它有 防曬吸塑欸 SPF30 然後PA++的 防曬吸塑 我覺得蠻好的 然後 我也是第一次 把這個拆開 它裡面呢 裡面是 就是 在這樣 裡面有一支 遮瑕筆 然後呢 還有這個 海綿 那 這個呢 就是 CLIO的遮瑕筆 我買的是3號 它是按壓的 按壓的方式 我覺得它就是 在遮黑眼圈上面呢 還蠻 就是還不會 不會卡那個粉在 那個 皺褶上面 然後再 再加上我覺得 就是 滋潤度也蠻夠的 所以就是在眼周 就是比較乾啊 比較容易卡粉的地方呢 就能比較好好的處理一下 我剛剛買的這些都是我之前沒有用過 然後我這一次去買的新商品 那接下來我這款就是要介紹的呢 它是我已經用過 兩條的 就是這款素顏霜 就是W Lab的素顏霜 這款真的超好用的 大家可以看到我買了多少 就是我買了很誇張 就是 它這個大罐的是100ml 然後 它大罐買一送一 然後這個呢 50ml的也是買一送一 我直接就是買了 就是 兩條買一送一 然後 再加上就是 他們家的 眼霜 就是他們家的眼霜 我記得也蠻便宜的 買也是買一送一 然後 我就這樣買 買回來 然後 店員就送了我這一條BB霜 這一條BB霜 大家真的 我真的要 我真的要 鄭重介紹就是這一款素顏霜 真的是超好用的 我下一次就是 開一個影片 然後素顏給大家看 然後抹一半 然後大家就是會覺得 哇賽 驚為天人 因為真的是 差超多的 我真的覺得 是真的大家一定要買 就是你如果只是想要 就是沒有想要濃妝眼磨 但是你只是想要 騙騙別人說 天啊我就是這麼天生利質 反正我覺得這個素顏霜 真的 就是可以騙得了人就對了 那所有裁妝品的部分呢 就介紹到這邊 然後再來就是有一些雜貨的部分 這個我不知道 我去韓國買了隱形眼鏡 然後買了超多幅的 那我現在眼睛也有帶是帶棕色的 那我覺得其實韓國的隱形眼鏡啊 不貴耶 然後他們都會送超多東西 例如說這種眼鏡盒啊 就是 然後還有這種 還有很大罐的那種保養物 再來就是雜貨的部分 我真的去韓國買了超多 就是擺放彩妝品的東西 然後都是在大創牌的 大家真的去韓國真的可以去大創挖寶耶 可是我覺得他這一次就是櫻花系列呢 沒有做得很好看 我這次櫻花系列沒有買 就是沒有買半個 好那首先呢就是 雜貨片呢就是這一個 這密集恐懼真的會不會覺得很可怕 但是他就是 他有點像是軟塑膠材質的 然後是波浪型的 他是做波浪型的 我是在大創買的 這個是三千塊韓幣 大家知道這是做什麼的嗎 他其實就是 這一個 就是他可以把那個刷子放在上面 大概九十塊 九十塊左右的台幣而已 我覺得可以買 我現在立刻就是用給大家看 大概裝起來就像這樣子的感覺吧 就是 基本上你的刷具就可以直接放在上面 然後還有一些像剪刀啊 然後收眉刀啊等等的 就是都可以直接這樣子把它擺放在上面 然後我覺得九十塊超級划算的 如果大家去大創的話可以把它帶回來 然後再來就是 另外一個就是也是放內妝品的 這樣子 然後他也是可以放一些 微微可可的像是唇膏啊等等的 還有那些剛剛我買的東西 他這個是五千塊韓幣 也是在大創買的 然後他是壓克力的台子 這個一百 不到一百五 我覺得可以 所以我就買回來了 就把它砍回來了 然後 這個 天啊 這台其實超級重的 他就是這樣 就是可以 把一些東西 然後瓶瓶罐罐保養品啊什麼的 全部都放在裡面 然後他組裝起來就是一個 有點像小鬼鬼那樣子的感覺 我 我記得好像在 蝦皮上面 至少這樣子的東西都要賣到三四百塊吧 可是這個才五千塊的韓幣而已 所以應該也是一百 就是一百五左右 我覺得還 就是很划算的時候 我就 它真的很重 但是我就把它扛回來 然後再來呢 就是 其實我這一次是坐廉價航空去的 所以我回來的時候 其實很害怕我的行李會爆掉 所以我就在回國的 下午的時候 我就想說 就經過大創 然後我又進去 想說 會不會有那個行李 就是行李秤 然後他這隻呢 是 三千塊韓幣 大概是九十塊左右 我就是不食人間煙火 然後想說行李秤應該三四十塊就買得到吧 大概就是一千塊韓幣 所以呢我那時候看的時候 我想說天啊要三千塊韓幣欸 真的不是 就是 就是怎麼會這麼貴 然後我就立刻 打開手機 然後看蝦皮 就是現在 就是市面上的行李秤都賣多少 結果都賣兩三百塊 我當下覺得天啊 這一定要買 因為才九十塊而已 然後攜帶也很方便 又很新 我就把它買下來了 這個就是 我不知道台灣的大創有沒有 但是韓國的大創有 如果有去韓國的話 可以把它帶回來 然後 最後呢 就是 韓國不是一個醫美的大國 所以我這一次其實在韓國就是 好像旅 我去釜山旅遊的第三天棒 我就是用那個電棒捲 然後燙 就是燙我的瀏海 然後就我的額頭就是 直接就是燙了一痕 但現在已經看不到任何疤痕了 我覺得很厲害 還因為我去藥局買了這個 就是 他們這個應該是 算是人工皮吧 但是它有就是 就是有加藥性在裡面 所以 因為韓國風很大 然後我 其實傷口呢 我當下燙了一下 我就覺得天啊 一定會 會紅 然後又一塊 但是因為它那個風一直吹 然後就越來越刺痛 越來越刺痛 我抹那個小護士 都沒有用 然後我就去藥局 跟他 我就用古寶 然後打那個燙傷的 韓文給他 然後 他就問我說 就是 呃 其實台灣人應該 就是燙傷的時候 應該都是 第一個直覺 就是拿藥膏啊 或是軟膏 買藥膏 軟膏來抹 結果我就跟那個醫生 就講說 有沒有就是 有沒有這種的 就是可以用的 軟膏之類的 然後呢 醫生跟我講說 呃 他不介意就是用 軟膏 所以他 他推薦我用這個貼布 然後他是透明的 所以 貼在那個 傷口上面 然後再加上 瀏海蓋住的話 其實就看不出來 我被 其實看不太出來 我被燙到的那個疤痕 然後 我很生氣喔 就是我大概貼了兩天 我就是 我的 我的那個結痂 就是我那個 咖啡色的地方 然後就全部都 掉了 我回來大概不到 五天啊 反正我就 現在就是完全看不到痕跡了 也不用去擦什麼 就是 就是什麼 小巴的那個藥 就是完全都不用 就是整個就是 完全 毫髮無傷的那種感覺 所以 那這個是七千塊 韓筆 我就是在隨便的路上 藥局買到的 如果說 就是 想要買一些 成藥啊 或是什麼的話 就是我覺得 也許你也可以買這個牌子的 就是 可以買回來用 那 以上呢 就是我這一次美妝品 跟一些韓國雜貨的分享 那我下一篇呢 會更新 就是韓國的吃貨篇 超商的零食給大家看 那如果喜歡我這支影片的話呢 記得要幫我按個喜歡 然後 要訂閱我的頻道 每個禮拜一跟禮拜四的時間呢 晚上九點鐘都會上新的影片 那我們下次影片見囉 拜拜